中枢纪念国父诞辰及庆祝第六届中华文化复兴节大会 11月12号上午10点在阳明山中山楼举行 蒋总统公亲主持 政府本五官员各界代表及海外归国侨胞一千多人参加 总统指出复兴中华文化实行三民主义 不只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堡垒 也是我们光复大陆的基础 总统训免大家要以光复大陆实行三民主义 完成国父一教为大家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 国防研究院主任张其云 接着以祖国与海外华人为题发表演讲 他说华侨九居国外心怀祖国 他们无时无刻不再为忠心复国而努力 ский中饭 平洋 应该 luck 红尾 感谢观看